我们也一直在说安全度下 三福天里健身锻炼也得量力而行 适度适量 因为近日已经发生了多起意外 是啊 昨天早晨6点多 一名66岁的老人在上海羽毛球馆打羽毛球时 突然倒地猝死 根据了解这个场馆早上是对公众开放的 发生意外的老人此前也经常来打球 这事故发生之前老人的身体似乎就已经不太好 曾有朋友劝说其不要勉强 但他还是坚持打球 期间他曾坐在一旁休息 随后走到了场地的中央 突然倒地不省人许 老人确切的死亡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其实最近全国各地连续高温 类似悲剧也已经不止一起了 就在前天 诸州一名24岁的男子在室外打篮球时 突然倒地不起 经过判断为心跳骤停 医护人员奋力想救一小时 仍然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有目击者称 当时天气炎热 他打了三四组下场 坐在场下没有走动 并且喝了冰水 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在医护人员抢救现场 不少围观者都在帮忙扇风 24岁实在是太让人惋惜了 是啊 医生说高温是夏季猝死的一大诱因 大部分的运动猝死 都是由于运动诱发心脏疾病导致的 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下 运动会加大心脏的负荷 有可能会出现晕厥甚至是心原性猝死 此外很多人运动之后喜欢来背冷饮 而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腹部的脏气 以及其血管会迅速的收缩 四季神经功能紊断 增加心脏的负担 增加猝死的发生率 是的我们在这儿呢要再次的